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没有新的味道 也有 但是姜还有一个辣味 新辣 所以它不只温 还有一点怎么样 热 好这样 你吃下去你马上就知道 我今天吃的到底是寒的还是热的 到这里来已经差不多都知道 但是还有一个没有讲 就是苦 对不对 苦 中药里面也有温的 譬如当归 有没有 当归有一点点苦味喔 但是它是温的 还有人参容间的时候 红参啊 甘为苦 也有这种苦的味道 但是这两味都是偏温 那父子 父子久尖的 有没有苦味 好像也有苦味 但是它是热的 还有像无足以 苦涩 但是它也是热的 除此这几味药 除此之味 我再也找不到苦味 是温热药 也就是一般苦绝大部分 你只要吃到苦的都是寒凉 譬如我们中药最常见的大黄啊 黄年 黄渤 黄情 阴沉 龙胆草 诸如此类都极苦 但是是极寒 对不对 还有年子心 年子心那里面绿绿的 有没有 大家都知道 很苦 但是它退火 也是因为寒 还有苦瓜 苦瓜也是凉的 还有很多人喜欢喝的咖啡 咖啡是什么味道 苦 所以它 虽然它没有到凉 因为它经过煮过来喝 所以我认为还没有到寒 但是它还是偏凉的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长期喝咖啡 身体还是有一些受不了 也就是因为它是凉的 那你看 从这几个味道 我们吃的几乎就可以判定 哎 这个东西 什么是温的 什么是凉的 你们是不是清楚了 那我考一题 酸辣汤是温的还是凉的 酸是寒 辣是热 那就是看怎么样了 看醋加多还是辣椒加多了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中医的什么方济学的 你加来加去到底是热的加多 还是含量加多 那它的药性就会偏向那一个方面去 那如果简单一点 如果你选单位这样也可以 所以这个就是原始点理解透了 再来看中医也能够一下子就看清楚了 比如你把实现大补每一药味都把它分析出来 哪一个是温的哪一个 那中和起来 这一体一样是温的还是凉的 那也心理有个底了 是这样来 所以从味道几乎就可以变出来了 好 那再来 以类分 比如说像水 水其实在我看法 它接近平 但是平凉 有一点凉凉 所以重病患者喝太多的水 他们也受不了 但是水如果要喝 就是尽量煮温热开水来喝 不要凉凉的喝 那这样它就比较接近平的 油 油都是凉的 没有什么好说的 但是有些人就说 不对吧 麻油啊 我们做叶子常常用麻油啊 还是一样凉的 所以你麻油面线吃都容易脏 因为油不容易消化 因为它是凉的 而且比水还要凉喔 所以油都是 但是各种油 不一样的油 当然有更凉的 那个只是程度的差别啦 但是都是偏凉的 了解吗 不要说我家用的是葡萄籽油 橄榄油 所以特别好一定是温的 没有啦还是凉的啦 好 那油既然属凉 那我们再来看下面海产类 也就是水中油的 不管海带海藻啊 鱼类啊都是凉的 那你们说这样就可以不吃吗 我说不用这样讲 只要煮过的东西 我让你都可以改变 我们不是说蔬菜大部分也是凉的吗 那怎么煮 我们在重病有没有教你们 要加怎么样 调味料 有没有 比如说鱼啊你要加姜啊 要加一点辣椒啊 对不对 甚至撒一点胡椒粉啊 类似这样 要又好吃 又不要因为 喔 又被寒凉伤到 那这样就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我只是举出 这个是它的属性 但你如果是煮菜 你可以改变它的药性 就像中医我刚刚讲的 它的精华就在炮制 那我们的方法就是用调味料 来改变它的药性 一样的道理 好 那茶 茶一般有分深茶跟熟茶 熟茶偏凉 深茶偏寒 就是这样 所以红茶 它比较凉的 绿茶它就属于怎么样 寒冷 那在中医的书也有讲到 那个茶是清热醒神啊 所以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喝茶 其实以养生的角度来看 这是非常大的问题 你看我常常去以前喔 也常到寺庙演讲喔 跟这些出家事务 我看他们身体常常也是不好 那他们最喜欢的是什么 喝茶 有一次我去美国也是 美国有一次去一个出家事务那里演讲 那我跟他们讲 你们最喜欢 他们说我们就是喜欢喝茶 那每人身体都不是很好 那我就跟他们讲完之后 你知道中午要吃饭的时候 他们一边在煮菜啊 一边在聊天 那我在外面偷听到他们讲话 哎呀这个张医师来 竟然跟我们讲茶是寒凉的不能喝 那以后我们日子怎么过啊 那不是人生乏味了吗 他们就开始这样 所以事实上我从这个喔 很多寺庙都是这样 但说实在可以改变 姜汤嘛 改变嘛 对不对 那姜汤味道也蛮不错的啊 可以期待 所以我说 为什么我说 你如果要喝正健康的人 喝什么淡姜汤酒啊 也不用太浪 那一定喝得进去 所以可以这样来从生活上改变 好 那水果 水果没有一种是热的 不是寒就是凉 也许我这样一讲 你们会有很 底下会有很多疑问要问我 对不对 你们可以不可以告诉我 哪一种是热的 榴莲好 讲得好 榴莲是什么味道 甜的啊 那甜的就不用说了嘛 所以为什么很多重病患者吃榴莲就不舒服 凉嘛 那有人说啊那是发的 我不知道那个发是什么意思 所以才引起 我说根本就是凉 但是它没有到寒 我认为榴莲还没有 为什么 它没有水分 所以它比较干 所以我认为它只是停留在凉而已 那你们还说 还有什么 芒果 芒果也是甜的 我记得刘医师就有一次请我芒果 他说 他也知道那个是凉的 因为甜嘛 甜酸 甜酸嘛 对不对 芒果一定甜 酸是寒的啊 甜也是寒的 那肯定是寒的 那又好吃 芒果很好吃 台湾的芒果啊 所以我去他家他就说 张医师 你不用担心的 我有帮你准备姜粉 我们一边芒果 然后蘸姜粉吃 我从此之后我就不在他 去他家吃水果了 这样还有什么味道嘛 你说 说到这个我就又想起 那个温哥瓦那一件事 我去温哥瓦那里 刚好有一次几年前去的 演讲完 那刚好他们好像七月份 盛产樱桃 那他们温哥瓦那个樱桃 不是红色的 是黄色 特别甜 那去的时候刚好遇到这种盛产期 然后他们每一天我去 他们就会有一盘那个樱桃 我吃了特别甜 因为在以前也没有吃过那么甜的 哇 每一餐 只要去我就一定先挑樱桃吃 那吃到什么时候就没有了 吃到我讲完这一篇水果篇之后 诶 突然间就没有樱桃 我说奇怪了 我说怎么今天就没有 早了老半天也没有 我才想到啊对吼我跟他们讲 所有水果都是寒凉的 然后他们就不给我吃了 之后我就在想哎呀那大概只能吃到今天了 没有啦以后大概不会了 然后讲完了只到我讲完也没有 然后他们就不是最后一天请我出去旅游嘛 然后去吊桥那里 刚好因为樱桃盛产集那里郊游的地方都有人在买 然后他们突然间又想到 那要不然我们买一小包大家分一分 那他们就开始吃了嗯 很甜 然后他们说甜是寒的啊 有一个人说不对不对 那夏天惨的都晒太阳晒那么久了 没有啦应该不是寒凉的而已啦 然后他们争吵不休 要不然问张医师 我吃一吃我跟他们讲 樱桃是温的 他们马上买一包给我吃 所以记得 可以在温哥华吃的时候是温的 你们现在在这里吃的都是寒凉啊 所以每次讲到水果 尤其重病患者 我一直跟他们讲 那个因为为什么我会进水果 而不进蔬菜 因为蔬菜你可以煮 然后还可以加姜辣椒 水果大部分都是生吃的 所以刘医师 像他这种吃法是很少人有的 你看你看他吃芒果沾姜粉 然后这样也要吃 然后他柳丁还要蒸熟 蒸了 就是蒸到热热的 他说剥起来 那这样他就不会流鼻水 他说他有鼻子过敏 那这样热热的吃 然后西瓜还要用烤的 烤热热的来吃 这个绝无仅有 我说哇他 他就是想吃 然后就会想出各种方法 那很多患者说 那我们有些是不是也可以煮一煮来吃啊 我说如果你要煮 可以啊 有些人说凤梨啊 说像tomato啊这一类的 都可以啊 但是如果真的他实在很想吃 我说好吧 那你想吃西瓜也可以嘛 你切几块然后去熬嘛 然后再加一点姜嘛 姜片辣椒嘛 这样你就可以吃啦 可以喝啦 但这样你还要喝吗 不要了就算了吧 对吧 很多人也是学傻了 那从此就不再吃水果 你身体健康 吃一点点 你还是可以怎么样 吸收进去转化成热热 我说的是 虚弱者 对不对 已经人很虚了 然后又重病 你再吃就消耗热能 肯定出事嘛 那健康的人你吃一点点 那绝对没事 如果你还担心有事 你吃一口西瓜 然后做福利品生十项 肯定不会出事 是吧 马上增强热能 然后把它消耗掉 就这样嘛 也不用过的人 那好像学了原始点 好像什么都不能吃 我去我就跟他们讲 你看温哥华的樱桃是热的 多好啊 我过得也快活是吗 所以不要写傻了 可以 但是看体力 如果真的很虚 已经到重病 那当然就要进 这个是我说的标准 最后一项酒 这个酒一定要厘清 你看中医又补药酒 有没有 很多人补是用酒来 来那个熬啊 然后放很久啊 然后很多药材这样 去浸泡 事实上酒绝对是寒 百分之一百 好那我问你们一个问题 是酒有分烈酒跟水果酒 对不对 哪一个比较寒 对 我跟各位讲是烈酒 极寒 因为真正酒在寒是寒在酒精 所以你们不信 不管要用酒精也好 食用酒精也好 你们擦在身体 你们就可以感受到 那为了厘清这个 我也是用身体试的 2009年来的时候 我就跟人家一直喝酒 就是我也要试试看 那他们请我大部分都是烈酒 我照样醉得不行人事 最后喝到吐 然后最后躺在床上 三天虚软无力 你看可以喝到这样 那你就知道 那烈酒如果是热的 那应该越喝越有体力啊 但是虚到下不了床弄 然后吐到全身无力了 那不是就是虚了嘛 以我们原始点 一看这个就是知道 严重消耗热能了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喝酒 有些人醉到怎么样 连水锅都敢睡 大马路就躺在那里睡了 为什么 完全不醒人事 甚至还有人说 酒会乱性 有没有 我们不是说单一的阴 单一的炎都不会产生果嘛 我们有讲了 那它只是一个二炎而已 如果我们体质好 我们怎么会这样 不会啦 一定是怎么样 如果它会乱来 一定有一个炎炎 头部有体伤 然后它再加上喝酒了 消耗热能 让体伤进一步恶化 而产生症状 就是那些症状就是分不清东南西北 然后就乱来了 是这样 所以你要测试这一个 常常喝酒就乱来的人 很简单嘛 你头部心 我就把它抓来揉揉看 如果揉了没有痛点 那你就知道借酒装疯的嘛 因为我们这一套是诊断血啊 那所以我特别提醒 酒真的不是好东西 真的急寒 切记切记 你如果真的实在受不了 你吃点水果我都还可以赞懂 酒就是不难喝的 我只能跟各位提醒到这样 因为实在急寒 所以很多人不了解 拿烈酒去高山啊 想保温 很多都死在山上 完全透支热能 是这样来的 那时候在试的时候 喝到最后怎么样 喝进去烈酒啊 东北人喝酒可猛 我傻眼了你知道 那个很烈的酒竟然是这种喝法 我就一小口一小口的喝 勉强把一杯喝完 但是十分钟后 感觉身体就开始怎么样 发抖 我就知道 最后一路试确定 酒就是汗 然后最后才分析 原来就是酒精的问题 那你这样一想就知道 烈酒的酒精浓度跟水果酒 哪一个比较严重 烈酒 所以烈酒 绝对有问题 不管它再好 所以还是避免 好 那我们接下来再把下面的念完 因含量性药食 皆许仰赖身体有足够的热能 才能被吸收转化后 发挥其效用 对轻症及体力上加者 适量服用固然无法 但对重症或体力较弱者 却会使热能更加不足 而衍生种种后遗症 是不适宜的 故含量性药食是否可用 当是自身体力之强弱 即症状之轻重而定 若服食后 感觉不适 或体力变得更差 即说明热能已经不足 食之有害 应当减停 并改以增强药食 之温热性 即加强运动来补救 若以身患重症 或体力虚弱 则应少食甜、酸、酒、冰品、海鲜 生冷蔬果、水果酵素 人造维生素 及含量性碱性食物 如柠檬、葡萄、西瓜 米猴桃、茶、醋、海藻等 并少依赖药物 避免接种疫苗 日常饮食 以少水、少油、少盐、少加工品 少基改食物 多温热性药食 我们从整个中医的角度来看 既然它疫苗是不能当做医疗 对不对 他们自己说 西说的 只能治胃病 刚刚已经讲 就是打了产生抗体 然后以后有感冒 那你有抗体之后 感冒的症状就会减轻 不同的感冒就没效了 要同一种感冒 他们西医的说法就是这样 那既然是治胃病 那就是保健 保健是怎么样 中医的强项嘛 中医你可以喝姜汤嘛 可以喝食权大补嘛 补中医气汤嘛 这些都可以喝 一定可以增强 改善热能 增强体力 一定有办法达到 所以你平常 你如果怕感冒 现在天气变冷 你就多喝一点姜汤 补充一下 义放一下 然后多运动 这些都是保健的方式 但是从医学史上 你翻开中国的医学史 从来没有保健 列入政府规定 一定必然要实施 比如说 现在有些学校就说 你如果没有打疫苗 就不能上学 在台湾就有一些 这样子说法 世界各国也开始有这样 那就是怎么样 从保健的角度 就是施在政策上 所以我这一次去美国 也跟张医师 他本身以前学西医的嘛 他孩子一定不打 然后现在加州说 要颁布一个法令 说如果不打 孩子不能上学 他说如果这个法令 他肯定搬下来 他决定要搬迁家了 因为他知道这个疾寒 他本身是西医的 他不给孩子打 所以他说 那只好被迫迁移了 到别州去 他就跟我这样讲 那我们也在考虑 我说翻开中医 医学史上 从来没有自慰病的 也就是保健的 纳入政策强压民众 一定要这样做 要不然什么 不能上学种种的说法 绝对没有 比如说如果保健方式那么多 喝姜汤也是啊 有哪一个朝代 你们可以去查 叫人民 一定要喝一碗姜汤 才能上学的 也没有哪一个朝代说 你一定要运动场跑几千 才能上课的 也没有这样 所以我认为 怎么医学史上第一次出现 这是全所未见的 以西方的思维 然后极寒的药来当作保健 这个完全是行不通的啊 我刚刚已经从药性跟成分分析给大家听了嘛 你要改善热能达到保健 一定是温热药性才有效嘛 寒凉性绝对无效 所以你要达到预防疾病 自卫病一定是热的嘛 怎么可能是寒凉的 但很可惜 现在几乎全世界都这样 那中医的 这个养生保健最强的 反而纳在一旁 然后竟然政策 每个国家 哇 我看到这样 我只觉得只能说 那这样完了 怎么 体质你常常打 身体就会变难啦 那何况万一又打出问题来 那又怎么办呢 但也只能说很无奈 医学史发展到第一次出现的 把这个保健自卫病的概念 制作成世界各国的政策 这个就哎呀 我只能说无奈 但是我只能提醒 这个绝对不是一个好方法 我们养生保健 我还是相信中医 药性之说 我刚刚都已经分析了 我在加拿大跟 有一个以前他们就是发 证照给中医师 只要针灸合格他就那个 他在当官员的时候 他就一直希望 找一个能够预防疾病的医学 然后找中医啊找西医 但是他们都谈不出所以难来 然后西医也说 哇你有啊打疫苗啊 他也不知道这个是不是 但他听完我那一堂 医疗与保健的课 他才知道 原来西医 没有养生保健的概念 真正有的是中医 所以他很后悔 如果再当一次官员 他制定的政策 就会怎么样 养生保健一定是用中医的药性之说 而不会用成分之说 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区别 好 那我们继续我们的课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 温热性药食 虽可改善热能 但热能改善 不一定能使他处体伤好转 病症消除 也就是用对内热源 若无按推原始痛点 病症未必会好 此外 服温热性药食若出现症状 其因或原本就有体伤所致 或纯粹使温热性药食 过量过强造成体伤所致 好 这里刚好要表达两个概念 第一个就是你如果服温热性药食 是不是能一定能改善病症 不一定 因为热能改善 它虽然会影响体伤的修复 但他处体伤不一定 真的就完全能修复 你如果没有按推原始痛点 不一定达得到 所以这里就有一个概念 按推能够解决怎么样 他处体伤 如果体伤比较严重 是以按推为主 然后热源怎么样 为辅 所以按推就是在表达 他处体伤 按推是很有效 如果你只是光靠内外热源 这样还不够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 好 那服温热性药食 如果出现症状 是什么引起的 有两个答案 如果这个在临床下 很多患者都会问 为什么我喝了嘴巴破啊 拉肚子啊 甚至流鼻血啊 有没有 有些人就进来就 张医师 为什么我喝姜 会造成我流鼻血 是不是姜引起我流鼻血 他们都会问 那是不是 姜会不会造成流鼻血 我说如果姜有这样的功效 那我们基金会每个人都喝姜 现在应该血流成了啦 但你看也没有一个流鼻血 只有你啊 那就是你个别的体质嘛 那个别什么体质 第一个它原本就有体伤 就只有这个 这个是最常见的 你只要把体伤头部揉一揉 揉好了 再喝嘴巴也就不破了 甚至喝下去也就没有症状 比如说胃肠痛 吃进去都会胃肠痛 你把上背部这些 脊椎两侧揉开 那再喝也没事了 那可见第一个就是体伤 所致而造成这个症状 另外第二个原因就纯粹是 这个药食怎么样 过量过强太热了 量太大吸收不了而产生了 像我们举例吧 日常比如说一餐吃一碗饭 那我今天这一餐吃三碗饭 结果会怎么样 肚子会不会胀胀的 有没有 甚至很不舒服 然后很想睡觉 会啊我就有这种 那就是这个是 不是体伤的问题 而是纯粹是怎么样 钥匙过量过强了 才会产生 所以记得吃温热性钥匙 本来是对身体有帮助的 然后会造成不舒服 或是症状的出现 一定只有这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怎么样 它原本就有体伤 第二个是什么 过量过强 钥匙过量过强 所以再表达这两个概念 好我们继续读下去 但不论何种情况 此时皆因按推相应原始痛点 病症若解则继续等量服用 若无按推配合或按推无效 则需减量减淡 这也说明 从因改善病症 内治法必须配合外治法才行 好 其实到底是 你本身有体伤引起 还是过量过强引起 很简单 我说我们原始点就是一个 诊断加治疗嘛 对不对 所以第一个当然把我们的 这一招拿出来了 按推原始痛点 按了之后 它如果改善了 那绝对不是钥匙过量过强 一定是什么 体伤 那我们体伤解决了 所以表示这个钥匙 没有过量过强的问题 所以就可以继续喝了 但如果按推没有效 或没有按推 那这个时候我建议怎么样 按推没有效 属于本处体伤 那你一定要减量 减量减淡 表示它那个体伤没有揉开 你再用这样的量 它吸收不了 了解我的意思吧 所以这个时候 就可以考虑了 好 那我们再把 总之这一段念完 总之 钥匙只是一种源 不论是从因间接解除症状 或从果解除症状 都必须透过因 也就是身体热能作用 及组织器官运作 才能产生效果 否则 就不具有任何解除症状的功效 因此 不谈身体热能作用 及组织器官运作 而宣称 钥匙可以清热 沥水 安神等 或产生抗体 抗凝穴等 或补甲状腺素 荷尔蒙等 或致高血压 糖尿病 心脏病 肿瘤等 都犯了气阴痰原 而说原治果的故事 皆属细论 一般都懂吧 因为上面已经讲过了 那个钥匙没有什么直接治病 我们也用汽车比喻过了 一定是身体好的 自己去修复的 好 那我们继续把外治法也念完 三 外治法 外治法主要是为了解除症状 在其所有方式中 除温肤的作用是改善体力 而属保健脉 其余皆属医疗 并可分为从果解除症状 与从因解除病症两大类 从果解除症状是直接处理患处 但除非已经确定症状是由本处体伤所致 否则直接处理患处是外治法的禁忌 从因解除病症 则是处理他处体伤 其关键是要避开患处 选对导致病症之他处体伤的位置 只有选对位置恰当处理 才能立即显效 然而不论是从果或从因处理 都会消耗热能 故为巩固疗效 必须配合温肤、温热性药室 及其他执保健措施才行 所有外治法的手段 同内治法一样 不论是属医疗还是保健 都不能宣称有任何直接治病的功效 比如当感冒用暖贴或棉被温肤把病治好 能说他们可以驱风寒、杀病毒吗? 又如当头疯痛、用木棒或手肘按推把病治好 能说他们可以驱风止痛吗? 如果能夹具多木质且手肘在身 为何还得头疯痛? 再说按推拍打如果有效 眼睛痛按推臀部会好吗? 还是直接拍打眼睛 会不会打成熊猫眼? 故手术、针刺、按推、拍打、温肤等外治法 就如同钥匙等内治法一样 只是一种圆 不能说有治病效果 否则就像在说汽油的圆 不经汽车空调系统运作的音 就可产生冷气的果一样 明显也犯了气阴谈原而说原治果的过失 由于保健可以改善热能、增强体力 但不直接解除体伤、治疗疾病 所以部署医疗 但也不可因此忽视保健的重要性 因为疾病里的体力虚弱与组织受损 之所以能治愈 也是靠自身热能改善、体力增强而修复的 所以医疗若无适当保健措施的配合 不仅疗效难以保障 对热能较弱、体力较差的慢性病患者 就像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一样 更是只能暂时改善症状而无法断除病根 从这个角度看 保健比医疗更为根本、更为重要 因此 将正确的保健观念融入日常生活中 是生活不离保健 保健即使生活 人人为自己的健康负责 才是保障大众健康的最佳途径 也只有如此 人人才能成为自己健康的主人 既然治病离不开保健的配合 所以为了增进并巩固疗效 广义的医疗也应将保健纳入其中 反过来 保健得当也可收因变果转之效 让疾病消弭于无形 达到上公治未病的目的 所以广义的保健也应涵盖医疗 故医学的实践必须医疗与保健并行 内治与脉治互补 不可割裂或偏废 唯起如此 医学才能争云完善 真正达到守卫健康 延长寿命的目的 这篇医疗与保健 很篇幅很长 但重不重要 里面那些观念 很多都是现在医学 还是离不清的 但我们把它缩透了 我相信对大家 以后的养生跟保健一定 还有包括医疗都会有帮助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